今年1月中旬接任台唐花东处处长一职的张兆明 在今年新春出国潮的夹击下 园区旅馆住房率仍有8成 可说是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而处长张兆明也设定 推动园区低碳友善观光园区的目标 提供优质旅宿服务来提升地方观光产业 打完了春节住宿旅游 这一场仗的唐厂旅馆服务人员 现在终于能稍稍喘喘口气 新任处长张兆明也特别前来 慰绕肯定并且加油打气 去年下半年度国内疫情解封 今年首度迎来7天的春节廉价 国人报复性的出国潮也让国旅明显下滑 不过对光复堂厂旅馆影响并不大 今年我们花点光光产厂住房率高达8成 那在冰品的销售的业绩上维持一定的相当的一个水准跟收入 那相对于去年也没有减少 新川期间 唐厂旅馆住房率仍有8成左右表现不俗 才刚完成国家环教评选的花莲光复唐厂 处长张兆明在推动永续低碳企业经营理念 同步积极申办环保旅馆认证打造低碳友善的观光堂业园区 那未来我们花点观光堂厂在今年3月 我们会取得环保旅馆的一个认证 那在3月也会取得另外一个ISO9001的品质服务的认证 那在5月份的时候 我们会参讲国家环境教育奖的一个参讲 那我们是观光旅馆这边是代表花莲县去参讲 我们希望后续我们会持续的去推动我们国际永续理由的一个认证 那把我们花莲观光堂厂的这个木屋曲把它提升上来 上任才刚满一个月 处长张兆明设定营造低碳友善园区的工作目标 另外今年度也积极配合地方包括大农大富平地森林赏银记 森林路跑以及圆民文化等活动的一夜结盟 共同创造花莲观光旅馆服务产业新高峰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